朝九晚五 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早上特别的忙 就是见各个部门不同的人 然后认识了很多的人民 但是我还不记得谁是谁 现在是午餐时间 下班回家啦 我第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今天非常的忙 早上是HR部门的 对公司的一些介绍 然后是部门的培训 我的工作时间 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所以现在时间还很早 我就回家了 这样的时间 在中文里有一个词 就叫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非常的规律 我今天回家的路上 我就深深的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幸运啊 这个工作真的太棒了 今天就是不停的和别人做自我介绍 然后去认识新的人 好多好多的人民 我现在还 我现在还没有全部记住 但是现在有一个让我稍微有点紧张的事情 就是他有六个月的 他有六个月的试用期 我现在就是希望自己好好表现 好好努力 先度过这六个月的试用期再说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饭 就是炸猪排 这两个是面包糠 然后这个是面粉 他正在打鸡蛋 然后这里就是猪排 在这个很大的锅里面放上椰子油 你们要炸二十秒 这是我们炸好的 第一个是猪排 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餐 我们有一盘的炸猪排 炸鸡排 然后这个是饼 芝麻饼 开始小售午餐了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文革华已经进入春天了 我们出门吃一点东西 然后再去超市买点菜 今天来吃一些海鲜 这个生蚝好大呀 跟我的拳头差不多大 哇 这些芒果蛋糕 看着好棒呀 买了很多零食 还有一些菜 今天我们买了一些零食 各种各样的梅子 这个是绿色的青梅 还有这个紫色的梅子 还有这个梅子里面有柠檬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 我已经下班了 我现在就想 开始计划一下 我下班之后要做些什么 我觉得 这样我既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又有一份 我现在特别喜欢的工作 真的就是能够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这是我最看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一切都向着特别好的方向发展 我非常的满意 想到之前找工作面试 总是收到寄信 非常的沮丧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会自我怀疑 但是现在好像一下子就实现了我所有的期待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相信自己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加油 加油